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好 我是朱維銘 我是一個安寧緩和醫師 我在安寧病房工作七年的時間 陪伴過超過五百位臨終病患和家屬 走過生命中的最後一程 現在請大家跟我一起走進急診室的門口 想像一個你心目中最愛的人 可能是你的另一半 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你焦急地等待 這時 急診室門一開 醫師走出來跟你說 很抱歉 目前的情形 再多的醫療措施 也只是延後他的死亡日期 並無法減輕他的痛苦 你有沒有想過讓他把管 讓他舒服地走呢 把管通常表示接受死亡 請問大家 這個時候你會覺得有點猶豫 有點掙扎 甚至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請舉手好嗎 謝謝 請放下 儘管我是一個安寧緩和醫師 我對於臨終和死亡非常的熟悉 但就在那一刻 我也和在座的絕大多數的各位一樣 掙扎 猶豫 不知道怎麼做 我是家中獨生子 我出生的時候我父親50歲 2013年 我父親81歲 一天早上他在家裡面運動的時候 不小心跌倒 撞到頭 然後就倒地不起 不省人事了 是腦出血 那個時候的狀況很危急 急診室的醫師問我媽媽說 伯母 伯父的狀況有生命危險 如果病情有變化 你要讓伯父接受那些插管 奠極的急救措施嗎 我母親淚眼汪汪 六十人無阻 轉過來問我 你說呢 那一刻我記得很清楚 急診室很吵 隔壁床的病人正在急救 空氣裡瀰漫著一股燒焦的味道 心跳監視器 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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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斷傳過來 當時我做了一個 至今我仍然後悔的決定 我跟我媽說 媽 我不知道 你決定吧 我是一個安寧緩和專科醫師耶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問那些末期病人 要接受什麼樣的醫療 可是當今天 主角變成我自己最親的人 我反而沒辦法做決定 還把這個責任推給我的母親 我很難原諒自己 其實 像我父親 當時面臨的困境 每天都在發生 我曾經看過 一個八十歲 中風昏迷不醒的阿嬤 他的子女們為了決定 要不要幫媽媽把管 爭執 哭泣 互推責任 就在這樣的不確定當中 治療阿嬤的醫師很難和家屬 有一個良好的醫病關係 就在這樣的不確定當中 很多的醫療資源 就這樣被消耗掉了 如果我的父親和故事裡的阿嬤 都曾經做過 育力醫療決定 事先決定在人生的最後道路上 想要接受什麼樣的醫療 那麼以上的畫面 都會被更理性地面對 但是很可惜的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 目前台灣 有做育力醫療決定的民眾 只有三十六萬人 超過百分之九十八的我們 沒有準備 沒有決定 所以我跟我父親 還有那位阿嬤的故事 也將會發生在各位身上 如果你 還沒有做育力醫療決定的話 雖然有些後遺症 我的父親很幸運他後來出院了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 看到餐桌上擺著兩張 安寧緩和醫院書 上面有爸爸跟媽媽的簽名 我嚇一跳 問我媽說 媽 怎麼了 是不是你在陪爸爸住院的時候 看到很多 臨終的病患很痛苦 所以想要簽這一張 我的媽媽眼眶含著淚水 跟我說 我不希望 有一天我要走了 你還要為我受心裡的苦 我想要瀟灑的走 我只希望 你過得好 這兩張 就是父親和母親的 安寧緩和醫院書 我自己也做了育力醫療決定 在我的醫院書當中 我決定了 如果有一天我的病無藥可醫 我希望可以接受 比較緩和的醫療 如果有一天 我病入膏肓 我不希望被醫師 不停的急救 如果有一天 我必須要靠著呼吸器 才能夠呼吸的時候 我不想過那樣的生活 我的家人 也接受了我的決定 演講一開始 你想到的那個 你最愛的人 如果他曾經跟你這麼說 有一天 醫師問你的時候 請幫我把管 因為我愛你 這樣 你會不會比較有勇氣 幫他把管呢 各位朋友 如果你不想讓你最心愛的人 面臨到我當時 在急診室面臨的困境 我們都可以做 以下的三件事情 想 說 動 想一想 生命的最後 我們想要接受怎麼樣的醫療對待 說 把我們這些 跟我們最愛的家人們討論 動 到醫院索取 或是上網下載 安寧緩和醫院書 把我們這些想法 寫下來 我相信 你會發現 玉利醫療決定 我們玉利的 其實是對自己 和對家人滿滿的愛 生命 自己做主 醫療決定 為愛而立 謝謝 謝謝